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后方是我们的彰化基督教医院跟中心大学学师后医学系所举行的这个天乡服务营 那我们现在正在教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营法族关于这个CPR如何的演练跟操作 那也很高兴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在陈总院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秉持的这个生根建造谦卑服饰 在教学服务研究方面我们都很希望能够积极的投入社会 那结合医院跟学校的力量 希望能够我们继续为社会提供我们能够提供的这些医疗的教育的知识的一个普及 那我们这一次主要的偏向医疗主轴是CPR的教学跟AED的使用 那期待这一次跟当地居民的合作底下来帮忙他们提升他们CPR的一个能力 在他们遇到一个紧急状况的时候能够有第一时间最好的处理 我觉得很好的帮助是主要因为我们这边离都市比较有段距离 所以每一次当有急需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会可能时间上会被拖延 所以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有基本的CPR的一个知识教导 还有实际的操作 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至少在送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第一个时间去做解决 通过这次的活动能够就是帮助我们在地的居民可以强化我们的健康意识 然后在可能在需要一些急救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去更熟悉这个CPR还有AED的这个技术 今天你学哪两种技术 AED跟CPR 很棒很棒很棒喔 要怎样才有健康的肺部 要健康的肺部 阿姨你们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胃肤 胃肤 偏箱主要是长辈跟小孩子 那他们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是需要去尝试才会知道的 所以说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是可以去了解到未来我们在偏箱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能力 然后才能让偏箱的大家的健康去做一个提升 这边的年龄层比较偏两级 就是老人很多 然后小朋友很多 中间几乎没有 所以我觉得就是会让我练习到用那种比较接近他们的讲法 或是一些活动可能用一些有讲真答 或是让他们跟着念跟着做这样的动作去引起他们的兴趣 让他们会想要更专注在我想要传达的东西里面 非常感谢彰化基督教医院 那长期经营在这里的这个跟居民的感情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直接来到教会 那也更谢谢这个张基总院长 陈院长的从一刚开始跟这个地区有这个关系的建立 希望带给原商居民有这样一个提升医疗不足的机会 那这个也是中青大学希望未来能够在大学社会责任上面尽更多的义务 或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尽力弥平这个偏向医疗不平权的这个问题 那更希望我们这样的教学跟基督训练可以让这个健康的意识 从小朋友心里面先榨根 那也帮助这些年长的长症有更好的这个维持健康的意念 那也祝福大家都身体健康 很高兴啦 很高兴啦 你们学那个中青大学学生还有中青的那个同学同学 来给我们教这个教教的 我今天学到CPR 还有学到教育 还有学到教育 谢谢 特别合纘 黑珠院 询��准 onze学校 我们見て呢 土居